啊 咱们昨天把这个 分布式配置中心 对吧 啊 都一起搞定了啊 包括这个 敷挂了怎么办的 垄断器 Spring Cloud Gateway 对吧 嗯 今天加多一个东西啊 叫做链路追踪 这个链路追踪呢 它不是 它不是Spring Cloud 阿里巴巴带的了 对吧 阿里巴巴那个组件里啊 没有链路追踪啊 然后它这个 这个什么是链路追踪呢 就是说啊 咱们这个微服务价格啊 通过业务来划分服务 使用REST调用 就是 我们不是那个FIM吗 哎 然后我们有个provider吗 对不对 provider提供了一个http 的一个什么 接口 对不对 现在controller啊 REST controller 对吧 然后我们FIM调用它 不就REST去调用吗 它调用以后呢 就会出现这个链式调用的效果 你昨天画的图也说清楚了 对吧 链式调用啊 就之前的这个 微服务的调用模式 这个微服务模式里面说到的 链式调用模式 那么当这个用户呢 请求 请求A 对不对 请求A 这个请求呢 可能是http请求 对吧 然后这个A呢 A服务对吧 A服务呢 又去调用谁啊 对 B服 然后这个响应 结果回到A 再回到U的 是这意思吧 当然有可能这个A服务呢 去到什么呀 C服务 再到D服务 是不是这个 典型的链式调用吧 问题在于中间的 这个调用关系 你理不清 因为到时候服务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说会有成百个 几百个服务 对不对 再可怕一点的话 就上千个 是吧 那么最后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它变成这个样子 什么概念 这就代表着什么 这成千上万个服务了 都在这里 是不是啊 因为之前有说 微服务的时候 说到它这个 这个微服务价格啊 讲究一个微字 是不是啊 甚至有人提出什么呀 一个函数 一个服务 这多夸张啊 你们说对不对 那到后面怎么办 是不是很难管理啊 因为谁挂了 不是服务挂了怎么办吗 对不对 那问题是 是怎么办 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你不知道谁挂了 是不是也是个问题啊 这属于什么呀 所以链路追踪属于什么呀 这么多服务 如何管理 中那一环 对不对 所以这个属于什么呀 服务治理中 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咱们服务治理 就多了一个东西 一个叫什么呀 服务注册与发现 再加多一个什么呀 链路追踪 然后呢 我们使用这个 skyworking的方式 在那个 SpringNet Felix的 那个课程当中呢 使用的是 zipking 那为什么 今天不用zipking 用skyworking了呢 这个有 有 有 有两点 一个是skyworking呢 是阿里 推荐的一个 链路追踪工具 再一个呢 skyworking的这个效率啊 比这个 zipking啊 要高 然后呢 功能呢 比它强 这是一个 再一个什么 skyworking是国产的 你看这些 Apache skyworking嘛 对不对 那是这个 贡献给Apache 孵化项目嘛 是不是 这属于孵化项目啊 但是它是国产的啊 好 然后这个 skyworking呢 是观察性能分析平台 和应用性能管理的 这个系统 这种系统又称之为APM 这叫APM 应用性能管理 它提供了分布式追踪 服务网格 服务网格 service mesh 还记得吧 这个度量聚合和可视化一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这个服务网格啊 那么skyworking呢 这个东西呢 也可以去监控这个 就是之前说 在这里 在这里 service mesh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可以去监控 is still那套解决方案了 因为之前是不是说过啊 is still 它就是这个 等于是服务网格的一个实现者 就服务网格 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代的微服务标准 所以现在我们用的解决方案 已经有大量的方案怎么样 在支持什么呀 服务网格 这个概念 这是个概念啊 明白吧 在支持这个东西 所以咱们要有 有所准备啊 咱们要有所准备 因为这个 咱们这个微服务架构啊 还是不属于这种成熟期 还在不断进步啊 注意架构是演化而来的 不是设计而来的 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怎么办 先把东西先做出来 对不对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大家都是怎么做 才能不断的完善 那这个skyworking呢 有大概下面几样东西组成啊 首先它有一个agent 这叫代理 使用加油agent的字节码植入 无侵入式收集 通过http 或者grpc的方式 发送数据到 skyworkingcollectal 好 这个呢 就是 你要追踪 就等于是这个地方要产生额外的开销 你要把你这个请求的这个数据啊 东西啊 怎么样 传给另一个服务器 正常咱俩之间通信 咱俩通信完了不就完了吗 那么你传给了谁 请求多长时间 响应多长时间 对不对 然后传了什么东西 用了哪一种方式 这个呢 是不是得额外打一个信息 给到另一个服务器啊 那就是给到谁啊 对 给到skyworking 那就会产生额外的一个开销啊 那这个时候呢 那你怎么把这个数据打包给人家呢 怎么打包给他呢 是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 你自己写代码吧 那么如果你一旦自己写了代码 是不是就增加了所谓的什么 侵入性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你要什么叫侵入式还记得吧 我们说Spring是非侵入式的 因为什么呀 对 因为这个业务神并没有出现 Spring的代码 对不对 然后后来 后来谁知道Spring越来越牛逼 越来越牛逼 咱们他不用侵入了 咱们直接就是 全程Spring了 对吧 但是这个词我们知道啊 叫非侵入式 那么也就是说skyworking呢 他做到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非侵入式 他使用一种叫做agent的这个技术 来帮我们怎么 额外的采集 你要发送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子的 不用你自己去写代码 对不对 这是客户端啊 客户端 那么这里有个collector 链路数据收集器 那这个对于这个来说 不就是服务端的东西吗 那你采集回来的数据往哪放啊 是不是发给这一个东西啊 所以这个skyworking 肯定是一个服务器 对不对 他要单独 怎么样 不属 是不是啊 好 然后storage 存储器 你传给他的数据 得存存下来吧 得放起来 叫什么 持久化下来 对不对 才才方便你怎么样 方便你去查看 对不对 去看中间发生了什么 那做数据存储 那不就数据库吗 那不就数据库吗 那所以什么 买circle H2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对啊 不就是网里存吗 直播官方使用什么呀 推荐使用elasticsearch 这是个全文检索引擎 因为它检索速度够快 因为到时候我们等这个地方就等于在采集用户行为了 这个已经开始和大数据沾边了 每一次请求都要采集回来 这就属于用户行为的一种 这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和大数据沾边了呀 这在大数据的前置条件了 是不是啊 所以所以要有一个什么呀 要有一个可以什么呀 快速搜索的一种东西来帮我怎么样 做存储 又能存又能快速检索 所以不适合用什么呀 买circle这种关系型数据库 一定要用这种什么呀 专门用于检索类型的nocircle数据库 是不是这个概念啊 所以才推荐什么 Elaski Search 对吧 UI就不用解释了 怎么样 可视化的管理平台 我们用Docker就没有可视化 发现没有 就是命令行 对不对 人家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管理平台 怎么样 对接了上面的接口 对不对 然后让人家看到最终效果 是不是这样 不就简化了吗 对吧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skyworking 它这个特性呢 主要就是多种监控手段 语言探针和服务网格 服务网格是个概念来的 对吧 多语言探针 这是三种啊 这个Java .net 和什么Node.js 就都可以 在这个 它这个探针啊 能能能放在这三种平台上监控 是不是啊 哎 轻量高效 不需要大数据 你看它其实已经是大数据了 对不对 但它只是做我们其中一种的链路追踪 它这么说啊 模块化 UI纯属基础管理 多种机制可选 知识告警 就是如果说中间发生什么调用阻塞了 还能告紧一下 对吧 啊 这个这个吹牛逼啊 对 都要吹一下嘛 是不是啊 对吧 优秀 反正都有 谁谁不优秀 你们说谁不优秀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链路追踪啊 以及我们采用的方案是skyworking 啊 不再使用Zipkine方案了